时间9点45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那么指数目前可以看到是持续的一个翻红 那么上涨17点来到17922 而今天让大盘翻红的关键是谁呢 其实要来感谢的是电子股有发愤图强的一个网上 因为早盘我们看到说 其实航运股占比太高了 那其实压缩了其他很多个股的一个表现 不过可以看到现在公告营收不错的一些 个股开始做动作咯 包括了像是在这个星星 今年股价就相对的一个强劲 那么买单也是相对的一个积极 往上有来做推升 那么在大盘上面也可以看到 在股价当中也是相对的一个强劲 那么这是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盘式上的一个观察焦点 那么在大盘上面也可以看到 在股价上面有哪一些个股可以做观察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电子股是拯救今天大盘又会翻红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抓出来营收不错的 帮大家邀请到范振宏老师 振宏老师早安 今天早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老师我们看 你看长荣放出来两天今天又被处置了 看这个阳明今天光一档占36% 老师看这个行应的态势怎么观察 然后我们要来专注在电子股 其实公告营收很多不错 其实都有在动 今天有一些IC设计PCB还有整流二极体都很强劲 好那先谈航运好了 因为应该大家手上有些人都有船票 对都有船票 有些人是长期船票 有些人冲来冲去 就是在这边冲浪客了 那当然说阳明就是常常被关嘛 那今天就今天开始被关 然后换阳明这边展现这边吸睛 那我是觉得说其实重点还是一样 就是说你有船票就是当然是说你买好抱好 然后注意好趋势跟你自己的出场点就好 那如果说你没船票的 其实建议就很简单 就是你要嘛就是追了之后收好自己的风险 因为这波其实上来 其实从这个球还没到100块以前 其实就是有人在问说 好应该可以买 其实我其实一直讲个观念 就是你不是不能追 就是股票不是不能追 但是说就是你过度追涨 不是说你不能买 而是说应该说一句话 一句话就跟分享给大家 就是没有不能追的股票 只有不会控制风险的人 哦是 对这就很关键 为什么 因为你要想就是过去 不管是之前2012年的宏达店 或者说中间很多飙涨的族群 甚至2018年的被动元件 为什么有人可以赚到 但是有人是买在高点赔到 而且是还是从千元以上套下来 那时候千元的国具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些人是从可能低机 就是可能几百块500块买的 涨到1000块了翻倍 可是他最终还是没赚钱 因为他就是不懂得卖嘛 对不对 那所以说像你在买这类飙涨的 行情的这个族群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重点嘛 就是你进场之后 你的风险是在哪里 那我涨的话 那出现什么状况 你要去做一个停利 我觉得这个才是交易上比较重要的 而不是说你看他一直飙涨 就觉得说这个化修这样子 所以对整个货柜行运来讲 所以当然说目前来报价 还是说目前的美国的库存程度 还是偏低 那接下来这个整个欧美的感恩节 圣诞节的这个 那个节庆前的拉货行情之类的 其实对这个短线的运价什么的 都还是有推升的这个机会 因为毕竟本来货柜股 目前就还是进入旺季的状态嘛 所以我觉得说超度上就是我刚才讲那句话 你不是不能买 而是说你风险你要去怎么做设定 如果说你今天刚好买 假设像昨天 你刚好不信 你刚好去买长总 因为昨天长总还算是收一个创新高嘛 那你去做最高 那现在今天被关紧 比如万一假设啦 假设性啦 就假设说他中间会修正个10%的10% 那你是要去撑住呢 还是说你要先去做个那个出厂的动作 所以这个大家去做思考 那当然说在整个航运部分 我觉得大家不要只关注货柜啦 那个散装还是要关注一下 因为今天散装那个社会航跟郑德今天又来到掌停办嘛 那其实社会航、郑德、慧阳这三家 我都有跟大家追踪过 就是说 这是那个散装里面 我觉得最有机会复制这个货柜的行情 那为什么 还是要提醒 因为最近其实新闻报道报蛮大 就是那个BCIBDI指数 都出现蛮大的修正 所以其实蛮多人就觉得说 那散装好像应该就没戏上 可是看到为什么 社会航跟郑德还是去做个续掌 那其实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这种BDI指数是由BSI、BPI 跟那个BCI三个指数组成 就是小船、大船、小船、中型船跟大船 就简单的分别 那个分类 那大船呢基本上就是BCI 那最近BDI被什么指数拖累呢 其实就是被BCI指数 那其实呢小型船的代表的BSI指数 其实最近也在做创高 那昨天修正 也是从最高点修正0.5%而已 所以对这个小型船的主要的 这个四卫航证的还有汇航来说 基本上他们是不受影响的 基本上不受影响 所以等于说他们是前几天有被 这个整个BDI指数是有点错杀 所以反而在今天这个四卫航放出来的时候 就持续接受反应这个报价的序长 所以我觉得说散装航运 还是要值得持续去做注意 那只是说以大船为主的 像中航啊、域民啊 其实这一类反而就要留意说 会不会受到这个BCIO 这边又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修正去做影响 所以这有时候还是要看一下细节啦 那当然谈到说电子股的部分 其实今天看 昨天看到就是 比较明显有出群线 大概就是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 目前是有呈现一个蓄墙的状态 那当然说 有人在说这个这一波是主要是收回国具那个賓购起立行 所以带动整个被动元件行情 其实不是 其实主要是说那个马来西亚那边 不是要那个延长封城吗 就是整个禁令要延续下去 所以其实一些AMCC厂经常都有受到影响 那等于说是台湾是有吃到转单相关的利多 所以造就这一波整个订单的状况 加上那个晶片开始缓解了嘛 然后一些车用的 相关的领主件开始在做拉货 所以他们主要是收回这个题材 不是那个并购 因为并购件上 在基本上没有造成就是任何重大的影响 对整个族群来讲 所以对整个族群来讲 影响还是这个转单的这个 还有这个接下来拉货槽 那另外就是D-RAN 那D-RAN可以看到 威刚其实早盘一度有冲到涨6% 也冲了新高 那实权刚刚一度有涨到3%4% 那所以其实D-RAN的部分 之前也是有提到下半年相关 虽然说手机出货量下修 对手机D-RAN的部分 是有做出一些比较负面的 就是需求是有转向负面 不过在伺服器相关的 或是其他的一些5G相关的中端产品 这个需求量还是增加 所以全年来说供货比来讲 这个供需比来讲 还是需求是大于供给的 所以目前来看就是 最近新闻也有讲 就是相关的D-RAN还是持续的看望涨价 那no-for-ish还是一样看华邦店跟望虹 只是他们最近是属于比较 偏向整理 不过其实整理的形态也不错啦 特别是像是华邦店 加进展上是在全军线上面去做整理 那就是看接下来有没有更多的 所谓的催化去做这个股价的做个推动 那另外还是看到像刚刚那个 以前讲到的二极体的部分 那二极体的部分就是强茂台 那个强茂台班跟蓬城嘛 那其实这个大概那时候他们刚站维基线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特别讲到说 强茂其实是这波的指标股 那当然说最近 因为这个8255蓬城的IGBT的题材 让他的涨势变得更凶狠 那当然基本上短线他们其实涨都是一样强的 那强茂部分基本上也来到了这个接近百元的这个关卡 那基本上强茂今年的整个展望都不错 而且明年还更好 那当然说最近涨多了 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过度追加 那我就觉得说可以好好留一下 他接下来一定会有整理 因为我有说过嘛 就像钢铁啊航运一样 他们不会一波到底 你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整理 那有整理过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特别留意 因为目前来讲 虽然说经营一直在喊下半年这个车用相关的需求 因为大陆那边要开始要拉货了嘛 甚至有一些就是要那个死一长假就不放假了 然后暑休的休息时间也要减少 要去做这个汽车厂的零组件的拉货 可是目前看到最强势的还是在二极体的部分 那大家就可以随去做追踪 好 那除了这以外 老师看PCB呢 因为PCB今天公告好多营收都不错哦 好那PCB的部分我觉得还是有受到同价影响 因为虽然同价最近是修正嘛 那昨天因为这个原物料修正的关系 同价好像又有再做个下跌 不过这个同价虽然是已经修正了 不过还是贵啦 对他们来说还是已经涨了很多 那PCB的部分我的看法也是一样 就是还是要找相关营收有新的订单易入 比如说像台郡啊 因为去年苹果掉单嘛 那今年重新接苹果单 那所以台郡的表现 像营收相关的 我觉得接下来进入拉货草 接下来第三季的营收应该都会不错哦 那相关像这个其他的大概就是伺服器相关的 就是像金像电 是我比较关注的 所以像金像电 今天好像也有在续創新高嘛 今天最高来到74.3 那我是觉得说这一类 特别像下半年伺服器相关的题材是可以留意 那当然伺服器好一档啊 是815的博智 不过博智目前技术面对我来说是算比较偏弱势 但是我觉得他 对他整理的时间也蛮长 还有突破的讯号 像金像电已经录在创新高 可是他都没有爬起来 然后只是说他最近 其实那个大户的持股比例也有稍微在增加 我是觉得说815或许接下来会有机会补涨 只是说短线来说技术面的话 是我比较不喜欢的类型 只是说他的题材是有的 那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后续的发展 好 我们谢谢曾宏老师帮我们来做的一个观察